6月12日,资深演员刘丹及滕立明等人 在将军奥出席运动器材新店的开幕里 75岁的刘丹自曝年少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拔萃 但却偏爱运动 在学校的体育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 直至今时依然坚持运动 正因为如此,也让自己生活得很开心 不停的运动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人会比较开朗一点 对所有的事物看得不是那么严重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就这样,我觉得这样我反而生活得很开心 刘丹日前为孙女小糯米举办五岁生日派对 儿子刘凯威和前儿媳杨幂是否到场自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今天提及这个话题时,她就封口不做回应 只透露当时有很多孙女的同学都来参加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尤其是同学的家长们 更只每天工作回家听到孙女的叫唤 心里都感到特别的暖心 父亲节即将到来 刘丹表示自己从不过问节日的事情 全全交由老婆和儿女们负责操办 至于什么节日,一般都是要到了当天才知道 所以接下来的父亲节有什么安排 自己也不清楚 我一向都是这样的 我是不理这个什么节,什么节我不理的 就是我老婆负责的 而且到时候差不多了 才突然给一个惊喜给我 所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